北京时间12月18日,国王客场挑战猛龙,西部倒数第三的球队挑战东部第三,牵扯的得分王扎克,兰多福还缺阵,比赛本身并无多少看点。 但艺人的名字和多伦多这座城市出现在一起,就不会缺少故事。 文斯·卡特这位一个月之后就将年满41岁的老兵回到了孟海史的地方。 2017年休赛期,卡特跟国王签下了一年800万美元的短约,2017-2018赛季很有可能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季,所以今天重回多伦多也很有可能是卡特最后一次以球员的身份在加拿大航空中行球馆打球。 卡特没有辜负这场比赛的情怀,他在本赛季首次首发出战,全场打了25分钟,五投二中,拿到4分,一个篮板,两次助攻和三次封盖。 关注新浪NBA公众号阅读本文完整内容。